发表中正万华区立委林长佐目前第一阶段是已经达标了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阶段这个数字必须是要达到2.4万份的联署书 而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要按照规定 同意票必须要达到原选区选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而且呢这个有效同意票数要多于不同意票数 所以最后这个数字是落在6.1万张同意票 要达到这个门槛才可以成功罢免林长佐 不过现在整个活动闹双包也就是同时间 有两个团体都在进行罢免林长佐的联署活动 第一个呢就是清零赛场是以钟世雄为领衔人 而第二个就是罢免林长佐是以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还有郑大平为领衔人 而现在这两个团体都不断的向对方喊话说 希望可以一起合作一起来争取最多的联署书分量 但是现在钟选会也跟这两个团体喊话了 钟选会就强调啊 如果有一个团体这个联署书分量已经达标 而且送到钟选会经过钟选会公告之后呢 另外一个团体就必须要马上停止联署活动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